再把镜头带到市府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展现了创意 改建了自家的茶水间 变成拥有绝佳景观的咖啡屋了 而且市府员工只要投10块钱 就可以享受咖啡 看风景 放松心情 结果让这里成为市府大楼内 大家争相前来的新地标了 两面环绕的景观 可以俯瞰新版特区的街景 再配上一杯浓浓的咖啡 这里不是高级咖啡厅 而是新北市政府14楼的民政局茶水间 一直都有创意的民政局 这一次改建自家的茶水间 变成拥有好景观的咖啡厅 其实我们这个是一个茶水间 那因为同仁其实都会来这边使用 然后倒开水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在这边聊天 但发现说没有一个位置 可以让他坐一下 那因为这个发想 我跟我们局长就讨论的结果 是希望提供给同仁 有一个可以放松松压压的空间 所以我们就利用现有的设备 然后做简单的装修 然后提供一个类似 像Statbox的感觉 然后给大家有一个地方 来这边喝喝咖啡 也做一下联谊 当然这里是员工们最爱来的地方 改造后的茶水间布置让人惊艳 每天置身在忙碌的公室中 偶尔转换一下心情 不但更有精神上班 也更有效率 我觉得真的可以让 就是工作中还有一点那个 舒压这样子 对然后可以增下一点 办事效率 对 我觉得还蛮放松的 还蛮放松的 一般茶水间感觉就是很制式化 就是来装个水 然后可能要么冰个东西 然后就走 可是现在就是规划这个空间之后 可以让人想要多助流一阵 因为其实从这里往下看的话 风景还不错 而且就是可以让人有心旷神仪的感觉 现在其实同人反应都非常热烈 然后连我们市府的各个大楼 都会来这边跟大家 美政局表示 在茶水间铺上地板 设置一些木头桌椅 贴上壁子 看起来就像装潢了一番 一间景观咖啡屋就完成了 而局内的员工只要投入10元 就可以享用咖啡 介绍讲的社长报道 给大家看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